本港新增新冠病毒个案首次突破2000宗 再创单日新高 2071宗有2052人属于本地感染 初步确诊暂时已有大约4500宗 亦是力尼最多 对于不少人说曾经接触患者 但未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当局说现在目标是防止扩散 会集中处理个案家人的居家检疫 第五波疫情持续肆虐 新个案中数再创新高 2052宗本地感染 绝大部分涉及Omicron 多4个患者死亡 包括两个分别73和77岁的男人 被没有入院 死后送往公众脸房之后 才被验出阳性 其余两人在公立医院离世 其中上周六入院的77岁男病人 然至第二日离世 上周五因为发烧入院的82岁男患者 到周一凌晨死亡 情况危态患者增至10人 包括早前公布 在启德儿童医院留医的3岁女童 医工局形容她的情况急转直下 再多7间院舍出现个案 分布深水保 屯门 土国环和太子 部分院舍较多人要撤离检疫 再多40个医管局员工受到感染 污水样本呈阳性的马安山 利安村利盛楼 维丰强检发现44宗初步阳性个案 和5宗不确定个案 政府形容情况令人忧虑 决定延长维丰强检多一日 卫生防护中心说 每日处理合共几千宗确诊 和初步确诊的个案 难以找到每个个案的感染源头 现阶段目标是防止扩散 之前过来很少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想索源 究竟它在哪里惹到呢 可能我们前21、前14 那些我们都会当它们民事主持人 现在就是我们想防止扩散 有发病那天的前两天 去到它去了隔离中间 接触的人士 特别是吃饭的人士 或者一起住的人士 就是一个近密接触者 一般公司来说 不是一起吃饭的那些 一般都不是密接触者 除非当然它有一个大爆发的话 可能是有些特别的情况就不同了 一般就不是了 近日公布确定阳性个案 少过前一日公布的初步阳性数字 当局承认有滞后 那个卫生防护中心的发验所 的确在昨天也开始有一些做不及了 有些是要今天才可以出报告的 可能是反映在明天的数字上 在这一刻我们初却的人士有四千多 加上今天的确诊人士也有二千 这些人都是 就是有些人我们做着 当然有些人陆续都没收到 就是他的家人都没收到一个检疫令 现在都已经超出了这个 就是特区的应对能力 当局重申 正是研究如何加快增加隔离设施 无线电视机就是一层金布报导 近日相继有染疫的幼童 出现重症甚至死亡 不少家长带子女接种新冠疫苗 专家说幼童确诊之后出现重症 可能是因为他们过去一段日子小外出 没有接触过旧的冠状病毒 未能建立好免疫力 在北角渣华道体育馆的接种中心 有不少家长带子女来接种新冠疫苗 中心案情况着情给12岁以下小朋友排迹日丑 有家长说现在确诊中数每日过千 决定带7岁和10岁的儿子来打针 有个同学子他妈妈全家人都中了 我们心想连小孩都这么容易中 那就马上带小孩出来打 这排新闻报出来都很害怕 有些幼童都没有打针 情况都很危险 听到都害怕 那就马上跟他们打 我们大人都打了针 但小孩没有打过针 你稍后打针怕不怕 不怕 现时有三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和14间医馆局核下的诊所 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 星期二开始 科兴接种年龄会降至3岁 而復必泰星期三开始就降至5岁 而方免疫专家刘雨龙说又同感染之后出现闯症 原因之一是他们未能建立好免疫力 人类旧的冠状病毒 是会激活产生的T细胞 是可以帮忙 将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严重程度减低 因为有一个所谓跨越性的抵抗力 过去这两三年 香港的小孩很多时候都没有回学 我在社区活动 基本上流感根本就绝绝了 其他病毒都绝绝了 三岁四岁的小孩 基本上是没有碰过这四个旧的冠状病毒 从而靠这些旧的冠状病毒 去建立他们自己最基本的T细胞 为了一个跨越式抵抗力 能够改变命运的 就是立刻带这些小孩去打枕 他说兴盛幼童可以留在家观察 一星期内可以康复 但一旦有严重症状就需要入院 他促请政府统筹全港斯加尔科医生 每日视障跟进留在家的患者病情 无线电视记者理由宽布道 香港仔华富一川华语楼 夜晚8点为风强健 居民之后陆续和安排下楼 凌晨前做检测 工作人员向他们派发物资 当局说大厦有初步确诊个案 并涉及变异病毒株 和排放的污水检测导新冠病毒 怀疑大厦仍然有隐形患者 行动预计明天大约中午12点完成 又试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本港 下个星期一起 城市大学可以预约干牌宠物猫狗 检验生冠病毒 检测将会在城大动物医疗中心进行 有职员采养 并送往城大动物医疗检验中心 利用合作的检测公司提供技术做测试 城大表示 初期提供猫狗收费检测服务 每次450元 并逐步扩展至其他种类的小型暴雨类宠物 如果验到阳性 个案会转交于护柱 厨方正是与大学商讨 是否可以安排宠物检疫 大学下阶段会扩展服务 为确诊病正是隔离的主人 提供宠物护理 各位我是袁思恒 再多12名跨境货车司机 在深圳口岸核酸检测试阳性 深圳12名患者 分别经文感度 深圳湾和连堂口岸 入境深圳闭幻返港 自今个月4日至今 累计有35名跨境司机确诊 另外深圳市口岸办说 目前香港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为保障公港鲜没累货物 民感度口岸今天凌晨起 只是限公港鲜没累货物跨境车量出入境 如果运送其他货物 需要由其他口岸进出 又说对不遵守防疫规定的人员 将会视乎情况 除销跨境运输豁免检疫资格 一个确诊男病人 在转院到天水围医院的时候逃跑 那个48岁的男病人 在挨满六点 由博外医院转送天水围医院 继续接受隔离治疗 当救护车抵达天水围医院的时候 他赤却逃跑 救护员和医院职员上前追捷不和 医院随即派出保安员在附近进行搜索 并要求警方协助 医院说那名病人身高大约1米7 瘦身材 穿着绿色格仔长衫 长袖病人服 和黑色扎身长裤 呼吁公众人士如果发现病人 马上致电通知天水围警署 廉政专员白稳禄表示 认公务员事务局紧急呼吁 上个星期调配大约100人 支援抗疫联络中心 白稳禄在网子说 第五波疫情染疫人数持续上升 情况令人忧虑 廉署作为特区政府计一份子 协助抗疫而不容辞 上星期四在极短时间内调配大约100人 协助支援抗疫联络中心 深信抗疫工作如反贪工作一样 凭住团队上下同心 加上市民的配合和支持 必定可以战胜病毒 白稳禄又提到 自己担任廉政专员近十年 上个月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批准下 成功当选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 未来将会带领廉署和全球反贪伙伴 加强国际交流等等 接着有世界观同财经多国度 欢迎收睇财经多国度 我是你宝善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升至超过两星期的高位 除了地缘政治局势之外 还要留意联署局官员的言论 圣路易联署银行行长布拉德 接受财经频道CNBC访问的时候 重新鹰派的观点 他认为有需要祖国之前计划收紧货币政策 并且预计7月之前累计要加息一来 这番言论刺激美国短债息抽升 美股方面三大指数都是要低开 看出新的视访 导致跌幅反复却大到109点 报34,638点 标普500指数跌3点 看欧洲股市 来到中后段三大主要指数都继续向下 Dex指数曾经跌穿15,000点 去到超过4个月的低位 最深跌335点 飞机制度双波音认为 俄乌局势紧张 对泰金属的供应影影响有限 股价早段反复 在升近1%之后一度要倒跌 泰金属广泛用于飞机制造 波音部分的供应是来自俄罗斯 不过集团说 多年前开始从不同地方进口泰金属 因此又信心克服任何供应链的阻碍 波音又说 不急于恢复交付787梦幻客机 但一直有同受影响的航空公司联络 说服客户不要放弃订单 今晚电话请来嘉宾梁伟文和我们谈谈 Hello 伟文 波音你好 我们看看传统避险资产债券和黄金的表现 十年期债息跌到1.9厘就跌不下跌 金价也未见大幅抽升 你怎样判断现在市场的避险情绪有多高 还有局势紧张对美股的影响会是短暂 还是真的可能会发烤下去呢 我想看福克兰的事件 我暂时相信都不太大机会 俄罗斯真的会入侵乎克兰的 因为以俄罗斯本身的利益计 其实入侵乎克兰方面 会招致西方国家全面的制裁 甚至是说军事的冲突 这方面其实对俄罗斯来说都是无益的 所以相对来说我不太担心 俄罗斯真的会入侵乎克兰 所以这件事件我想只是一个紧张的情况 你说真的会令到经济全球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始终觉得暂时都不是的 但是不代表就是说股市不需要跌 因为我想市场 我想现在那个另外一个焦点 都在说联储局方面 因为通胀的压力 而有一个需要加快收水的情况 确实上个礼拜见到通胀数据持续高级的时候 市场再次是担忧这个因素的 所以我想只要联储局继续有一个收水的行为 而这个收水的行为 市场觉得是有机会会加快的时候 始终债息会飙升 这个对股市的股值会带来压力 所以即使撇除了乌克兰这件事件也好 都要小心 股市方面我始终觉得都继续会有调整的机会出现 转问一下会市 欧元跌至1.13的边缘 是超过一星期的底位 你看俄罗局势紧张 对欧元影响会有多大 我想当然紧张的局势 一直都会影响着欧元的表现 始终如果乌克兰的事件继续发酵 继续僵持甚至是最坏的情况出现 好像市场所担心俄罗斯真的会进入乌克兰的时候 当然欧洲的经济一定是最受损害的 因为事实上当乌克兰的情况越来越僵持 而紧张局势越来越升级的时候 你看到能源价格很明显就飙升了 无论石油也好 天然价格也好 都有个飙升的情况 这个对欧洲来说绝对是不利 因为其实欧洲方面都很依赖俄斯的一些石油 天然利的供应 如果价格上升的话 当然对欧洲的经济已经是一个负担 其次欧洲和俄斯之间都很多贸易 如果两个地方之间 关系有僵持甚至有冲突的时候 这个都会影响到两地之间的贸易 还有很多欧洲的公司都投资在俄罗斯 这方面对欧洲来说 都有些不明朗的影响 再加上我想市场 虽然早前都觉得欧洲仰富有机会会加息 但我始终觉得欧洲仰富方面 因为经济条件不是太多 所以今年其实加息的机会 未必真的这么大 即使加息也好 其实加息的幅度也很有限 所以早前欧元转过上去 接近1.15这些水平之后 我相信已经没太大力再上了 反而下回去一些低点的位置 会会大一些 好像之前所说 可能下回去1.12这些水平 可能会大一些 好 谢谢Wyman的分析 再跟进下美股最新表现 导致低开之后 跌幅反复扩大到152点 报34,587点 标普500指数跌6点 节目时间到这里 再会 回来新闻时间 下周一起 城市大学可以预约 安排宠物猫狗检验新冠病毒 检测将会在城大动物医疗中心进行 由职员採养 并送往城大动物医疗检验中心 利用合作的检测公司提供技术做测试 城大表示 初期提供猫狗收费检测服务 每次450元 并逐步扩展至其他种类的小型暴雨类宠物 如果验到阳性 个案会转交于护处 厨方正是与大学商讨 是否可以安排宠物检疫 大学下阶段会扩展服务 为确诊并正是隔离的主人提供宠物护理 内地公布第二轮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而首轮有十几间大学 因为未达标而被警告 第二轮商一流名单共147间大学 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获准自主确定建设学科并自行公布 对于这轮名单未有分类 当局解释是为了避免发生 首轮学校只是追求扩张规模 升级升格 忘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初冲的情况 另外当局亦都公开警示 2017年公布的首轮名单中 15间大学共16个学科 如果无法通过明年的评价 将会被撤销列入双一流建设名单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今天到福岛 调查将合污水排有另一节新闻 最后一続请报告